還有林鄭署長 邰王署長 邰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就是今天早上交通委員會 我們有審查那個道路交通管理條例 部長應該也知道 署長應該也知道 那主要就是針對人行道 人行道就是在檢舉的部分 在恢復民眾可以檢舉 那民政會檢舉 那警政署這邊的這個說明 就是希望能夠地方政府 或者是行政單位 能夠針對人行道的管理 那部長 你認為我們在中央跟地方 在行政作為怎麼樣 去加強人行道的管理 各位報告 當然法治中央 無法定了之後 其實地方的自治條例 地方的行政管理 其實人行道真的是非常地方的業務 對 所以雖然是地方的業務 但是也要中央來指導 比如說怎麼改善人行道 現在人行道堆滿物品 我們中央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 地方的這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我們也是可以配合對不對 所以在配合以後 我們也不能只靠警察 或者是警政單位去處理這個 照相的這個資料 因為照相資料如果是非常多 當然又造成我們警政署的負擔 所以需要配合啦 我想其實道路設計人行道的設計 齊齊齊的管理 我想我們從都計畫 從監管 從道路的補助 部長你給我一個報告好嗎 就是說我們內政部所主責的地方 政府的相關單位 他們如何去加強這個人行道的管理 然後避免我們的警察 這個朋友我們在執法上 或者是在我們資料 這個整理分析上面 造成龐大的負擔 當然我們 我想說因為這個部分 其實 因為我們大概會是在 人行道鋪設的補助 反而是營建署的業務啦 對 但是現在其實不只是鋪設的業務 其實我們現在有很多 國外的背包客 我們要到台灣玩 如果說我們除了台北市 好像比較好走之外 我們其他包括直小市 或其他縣市的人行道 根本都是亂七八糟 真的對我國的這個 難怪人家CNN會說 我們是行人的地域對不對 所以我們政府真的是 因為今天修法已經出委員會 就是說這條法 這條七條之一已經通過了 所以這個部分真的是很重要 交通又比較主政這個事情 內政部確實 在這個事情上的著力是有限的 好 那我也請署長談一下 你也希望相關哪些單位 可以配合人行道的這個管理 當然人行道如果能盡空 那個讓行人很順暢通行 那是最好的 警察機關建議職責 你要違規在人行道 在圍庭的話 你就是要告發取力 不過這個又產生了一個 明念問題 因為我們的車輛 機車車輛是這麼多 然後停車格又那麼少 導致於這個 部長我還沒告訴你 不只是車輛 圍庭在人行道 其實人行道有非常非常多 屬於機車或汽車以外的 這個阻礙物 所以現在就是說 我們也不希望這個法 又修回來了 然後到時又發生相同的問題 然後到時候又把法又修掉了 所以現在就是要開始處理 相關的管理問題 這個是要著重點在管理 好 那謝謝 那再問署長一下 我昨天應該有請教部長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 那個營建署所設的便譯點 那便譯點我們在營建署這邊 所得到的資料 可不可以請警政署這邊 也去調查 不只是地方政府 部長你先回答一下 你覺得我的提議 我覺得各位委員會 這樣子的話 警察同學絕對炸鍋 就是便譯點的 因為真的已經太多了 警察同學的業務真的已經太多了 所以這個是屬於土地管理機關 地方土地管理機關的業務 真的拜託委員 不要再增加給我們警察同學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有便譯點 我們警政單位 或者是檢調單位 他們在調查的時候 提供資料給他們參考 我的意思是這樣 簽罪的程序 SFV很清楚 地方政府的非都 或是非都的土地主管機關 他要派員去現場看 真的有違規 有違法 後面該往哪個單位去 那就往哪個單位去 好 那部長的意思就是 由內政單位去管 去做負責便譯點的查核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的地震 跟農業相關單位去查核 對不對 你的意思是這樣 有可能是環保單位 不一定 對 那部長現在就是說 希望內政部相關單位 負責查核的能夠在 地方政府能夠在一定時間內 昨天我提到的 是是是 能夠去查核 我們會去督導 督導他們做督導 你說定個時間 然後再公開 然後讓全民大家一起來 做監督 好不好 那部長你回答個時間 你覺得大概 地方政府的時間 大概要多久 不是 我們現在只 第一個是要讓地方政府下去看 看確定是有違規 那那個部門我們會跟他們討論 要可以 要來公開 三個月可以嗎 你譬如說你資料 營建署的資料給 這個地方政府之後 三個月如果他 沒有查我們還是要公開啊 不然你都等地方政府查 他都不去查 那這樣子 你們的比一點的 這確實是 一體兩面的困擾啦 他如果說他其實真的 沒有問題 那他又沒有去查 那你今天公開 其實他反而增加五位的困擾 這個讓我們再study一下好不好 好 那多久時間study 兩個月 兩個月好不好 因為一個月要過年 我們兩個月好不好 好 那希望能夠真的有 有積極 可以去改善問題的 一個辦法 當然 我們當然都希望能夠 積極改善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 謝謝